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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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参政 改變世界 熊忙青年 學貸押身 我今天來到台北富邦銀行 是為了要辦就學貸款 因為我即將要進入研究所就 那今天也 辦一個記者會就是凸顯說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青年 年輕人就是一畢業就北債 像我自己本身的話 是大學面私立大學 然後雙屬州的原因 所以光是大學 部分的學金快要六十萬 那我這八年來做過 銀行行政做過 軟體業做過 北上公司的那個 北上保險公司的公讀生 可是我的薪水 只從一萬八到兩萬四 然後這已經是 發現說這其實不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也不是我個人家庭 就是我爸媽媽經濟狀況的問題 而是全台灣有 超過八十萬的學生 都是透過就學貸款 然後才能夠負擔的起高等教育 這樣子的學歷 所以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一個 透過我自己本身 以一個市議員參選人的身份 然後我自己又是學代理 那我希望能夠凸顯青年在這個 很多關乎學生未來政策的這個領域上面 沒有發生空間 然後我們未來只能被大人所決定的這件事實 那我希望說自己的參選 也能夠凸顯這樣的問題 然後並把所謂的貧窮青年的聲音 帶進議會裡面去 然後讓市政府去做出好的政策 突然可以叢選人 如果你在這裡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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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